我們睡到是24小時沒有停休的 我們都是三班次在輪流 一直輪班不停地在進行現場的施工 包括我們監照人員的部份 我在這邊工作大概106年到現在 已經快三年多了 那我們睡到工作呢 是24小時沒有停休的 我們都是三班次在輪流 一直輪班不停地在進行現場的施工 包括我們監照人員的部份 也是24小時的在輪班作業 除了早上上班以外 其實我們都是隨時在一個待命的狀態 有時候半夜都會起來查驗 其實半夜最有印象的就是 有一次隧道發生了一個湧水事故 那時候電話打來緊急打來嚇一跳 除了擔心現場人員的安全外 也是趕快緊急地調派相關的人力跟機具 來把現場的事故給排除掉 因為隧道施工其實很危險 那真的親身體驗才知道有多危險 那到了那個隧道的開外面了 在做查驗工作的時候 那有一塊很大塊的時候 大概有車子一半大小這樣 從我面前落下 那幸好人員沒有受到傷害 但是當下就嚇到整個背脊發涼 那心裡想說哇我只是剛來現場 那施工的人一定又更加危險 因為我們隧道工程施工 那安全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們現在已經有研發出一套 智慧型的管制系統叫IFID 它是利用的Sensor 那裡面佈設Wi-Fi的一些設備 那可以知道說人員在裡面現在 在哪一個位置在施工 那可以清楚地掌握這些人的施工的動態 那另外我們在進洞之前 我們就會先量它的血壓 還有進行它的酒測值 那確保這個工作人員 現在的身體狀況是OK了 那我們就進去 那這是我們對隧道安全施工 做一個比較先進的一個安全措施 隧道工程有它先天的限制條件 譬如說它地質很差的時候 我們是沒辦法趕工的 那當地質不好的時候 我們整個施工的進度呢 就會有點緩慢延宕 早期我們在剛施工的時候 常常發生抽攤的現象 導致整個工期整個停下來 那經由這個跟工程師啊 不斷的討論 那精進我們的工法 那目前呢 我們慢慢的可以克服這些惡劣的地質 那重要的是 我們都是以穩扎穩打的方式 因為我們要兼顧人員的施工安全 那目前整個隧道的開挖進度 已經快要完成80%的 我們預計明年初 我們就可以把它貫通 我們每天遇到這些施工人員啊 他們在現場這麼惡劣的環境啊 其實對他們的安全跟健康的危害 我們看了 看久了真的都會覺得有點不捨 而且他們也不知道其實 他們默默的在為整個社會啊 貢獻努力是這麼偉大的 做這個工程其實很有意義 因為它是有關於民生的問題嘛 氣候變遷什麼 會讓水資源越來越還匱乏 那現在環境的條件 我們也沒辦法再去開發水源 所以我們要把石門水庫的壽命 延續下去 是一個很重大的使命 那這一個工程 它就是在延續我們石門水庫的壽命 所以我就會完成它 那將來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一個人的付出 有時候是微乎其微的 但當有一群人一起努力的時候 就可以造就無比的貢獻 所以我們要把石門水庫的壽命 如果我們要把石門水庫的壽命 但是我們要把石門水庫的壽命 都會有很多的 我們要把石門水庫的壽命 我們要把石門水庫的壽命